音乐 尊敬的诸位法师 尊敬的孙会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这次定红能够有幸前来东京 跟诸位大德同修 这次宿世 我们都在一起学习的音缘了 今生又遇到一起 第二个呢 定红也感觉到 这次的法会 意义非凡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同修 都有重大的使命 正如刚才孙会长所说的 我们这次的法会的宗旨 是为了护士悉灾 尤其是帮助日本这个地区 化解灾难 能不能够把灾难化解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事在人为 因为大乘佛法里面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一切宇宙的现象 一些人事物的环境 都是我们自心变现 华言经上所说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个地球 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 这个宇宙 都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 那么它的好与坏 我们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地球有许多的灾难 灾难的根源 是我们人心 有贪嗔痴慢疑 这些恶念 愣言经上 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 所谓贪心 就感得水灾 称惠心 感得的是火灾 像火山爆发 这都是火灾 全球气候变暖 这都是火灾 愚痴 所感应的是风灾 傲慢 不平 感应的是地震 怀疑 这个尤其是对圣教 对于老祖宗教诲 怀疑 就感应 这个三崩地线 像我们所看到的泥石流 或者是现在常常有报道的天坑 那个地突然就凹下去一大块 塌了下去了 这都是怀疑所感 那么要化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种种天灾人祸 佛法告诉我们 不用往外求 只要把我们自己内心当中贪嗔痴 蔓移 化解了 外面也就没有灾难 那么如何化解呢 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念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这叫敬念 这个念头是一切念头当中最善的 所以印光大师过去 他老人家也在民国时期 也提倡护国息灾 他提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念佛 念佛方能消素叶 结成自可转繁心 因为我们心在念佛的时候 这个念佛心所感召的环境 那叫净土 这个尤其是我们用真诚的心 用恭敬的心 用清净的心 平等的心 慈悲的心来念佛 这个佛号就相应了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在念佛的当下呀 我们已经把眼前的境界 转变成极乐世界了 大家如果做过三十系念 有没有做过三十系念的同学 做过的请举手 基本都做过了 谢谢 大家可能记得中风三十系念 这个开示里面呢 有一句话 我信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信 此方即净土 净土即此方 有没有这句话 这个话 语言很简单 道理很深刻 当我们的心 转成阿弥陀佛的时候 确实眼前这个世界 就转成净土了 净土不在外面 正在我们当下的念佛心中 是我们念佛的心 映现出来的境界 那么如果我们不念佛 我们念贪嗔痴慢 我们的心也会变现境界 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各种灾难 所以化解灾难之道 护士悉灾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 所以这个孙会长 他之前邀请定红来讲经 问怎么个讲法 我就提倡 我说讲经为了鼓励大家念佛 大家一定要真的念佛才行 所以我就建议他打一个佛气 那么在佛气当中 我们一半讲经 一半念佛 讲经的目的 就是帮助大家 把道理搞清楚 怎么个念法 这个方法 搞明白了 你念这句佛号就能相应 那能够相应 那护士悉灾的效果就大 不仅我们能帮助这个地球 我们自己也能够尽早地拿到往生西方净土的把握 将来往生西方乘愿再来 那你那时候就叫阿维越智菩萨 你能够帮助近西空变法界一切众生 消灾灭难 所以这是根本的究竟圆满的护士悉灾的方法 那这样的方法 师父进宫上人 也常常给我们提倡 鼓励我们这么做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真正做了 你就能够体会到 老人家所说的那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次呢 要用实修的方法 不光是讲经 更强调念佛 所以大家非常难得 真正是当代的菩萨 你们发起护士悉灾的这个菩提心 一起在这里念佛 别看着场地不大 人数不多 一百来人吧 我们预计的时候 我跟孙吉士讲 咱们人数就定在一百二十三人 因为当年净土宗出祖 慧远大师在庐山接设念佛 他也是一百二十三人 各个往生西方 我们现在呢 也要各个要往生西方 所以大家能够这样的 有这样的姻缘 聚会啊 真的是经商 开经纪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 其因缘殊胜啊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短短七天的时间 时间不长 但是如果大家真正用功 那么这个成就啊 会非常的殊胜 像阿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那你得到一心不乱啊 那你往生西方啊 那就十拿九稳了 其人灵命忠实啊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心不颠倒 极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啊 办得到的 那我们拿到往生西方的把握了 你现在虽然还没到西方 但是你已经现前证得阿弥陀志 你就有这个能力 帮助世界苦难的众生化解在那 所以这是我们呢 本次护士西在佛妻法会的终止和目标 那么在这次法会当中呢 定红给大家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讲经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 真心切愿 欧益大师在弥陀要节里头啊 跟我们讲 往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物 这个品位高下呀 全凭你念佛功夫的浅身 所以很多同修 对往生西方啊 还没有把握 我想在这里也问一问大家 您拿到往生西方把握的 请您举手 好 谢谢 我们给他们几位同 菩萨 独独独立 但是我们这个看到举手的非常少 那我们试问呢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把握往生 到底问题在哪里 那偶一大师讲 全由信念之有 那肯定是我们信念不够 就是信的不真 怨的不切 那有的同学听了之后呢 有点不服气 我信了 我也真愿意往生了 怎么说我没信愿呢 那个信愿里头 水分很大 这个信呢 如果是真信的话 它没有丝毫的疑虑 绝对没有 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啊 阿弥陀佛倒是会不会来接我啊 他接这么多人 万一把我漏掉怎么办 这是心里有疑虑 尤其是现在 我们看到有很多灾难 特别是日本 政府都已经公开的 让国民做避难的一些准备 那到底灾难来了 我往生到底能不能有把握呀 我要是去不了怎么办呢 很多的疑虑 很多的恐惧 信心不足 第二个是愿也不够切 你说往生西方 我很愿意去 这么好的地方 是吧 你看那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 我们这七天当中 讲经都讲到了 极乐世界真好啊 思义得意 思食得食 想吃啥 就可以吃啥 而且都是七宝波器 承载的这些美味食品 吃完之后还不用洗碗 自动就化去了 哎呀真好 不去白不去 你看 你说我愿意去呀 怎么不愿意去 但是又问问他 你这个世界是不是一切都放下了 他就支支吾吾了 哎呀 去还是要去 不过我那孙子怎么办呢 谁照顾他呀 哎呀 这个 我那银行存款 明年到七月 没人拿怎么办呢 种种的想法 就是放不下 愿就不够切了 真厌逆往生的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放不下了 现在就走 最好了 有同学还问我 在那来了 我们躲到哪儿最安全的 我告诉他 躲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安全 你想在地球上找个地方 我告诉你 真正你命数该到 你躲到哪儿都逃不了 真西方才是最安全 早点去不是好吗 我来之前 有不少同修都劝我 我这个日本灾难很多 政府都已经正式预告 说未来四年 东京发生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还是直下新地震 它的几率是80% 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基本上就说 很有可能会发生大地震 80% 而且呢 这个灾难呢 将会都是一千年一遇的大灾难 我来之前好像前天吧 这边听说有一个小地震 是吧 我们看到新闻了 五点五集 大家都很紧张 别去了 你去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我告诉他 我说去 我回不来不更好吗 我去西方吗 连师父老人 恩师 进宫上人 都接到同修们的这个齐请 很多同修劝我劝不动 他直接去找师父 师父别让那个定宏法师去了 他将来说还有使命啊 说你让他去了 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呢 师父老人家有一天呢 在摄影棚讲经 讲经之前 他边在大一的时候 就边问我 说现在有很多同修啊 都来信了 劝你啊 不要去日本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我就跟师父讲 弟子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师父笑咪咪的点点头 哦 这样那就行 然后师父说 那你去就好了 不要劝别人去 万一有什么问题 去了没回来的家属他 这早麻烦那很不好啊 那我就说 那有一些同修 他就是拼死的要去怎么办呢 那师父说 那让他们把遗嘱立好 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讲啊 但是呢 这也是老人家啊 也测试测试我们自己的信愿 那我觉得呢 这个日本呢 需要我们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能帮助有多少 但是我们就以一颗真诚的心 来为这个地区啊 念佛 讲经 化解灾难 尽自己的 所能 希望啊 能感得阿弥陀佛加持 能够化解灾难 所以这是义不容辞的 而且难得啊 我们海外就是大陆香港 大概有二十多位同修 他们都好像是敢死队队员一样 都跟着我来了 其实能不能化解灾难呢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我跟不少同修啊 都讲过 这个一个释迦牟尼佛本身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节前 曾经啊 做过一只小鸟 这个小鸟啊 有一天呢 看到它的森林啊 着了大火 那火啊 把这些走兽逃生的道路啊 都给封住了 非常的危急 那小鸟呢 它飞出来啊 看到这个熊熊的烈火啊 就当时一心 想要把火扑灭 怎么办呢 于是啊 他就飞到附近的一条小河那里 用他的翅膀 在河那里沾了一点水 然后就飞回到森林的上空 把他的水抖了下来 啊 当然那么几滴水 怎么能灭火呢 所以他又飞回到那个小河那里 然后又用他的翅膀 点了一下那个河水 又飞到森林的上空 把那个翅膀上的水抖落下来 如是这样不知多少个来回 到最后 这只小鸟已经累得奄奄一息 倒在地上 当他还看着森林 那个大火继续的燃烧 他的心还是那样的焦虑 只有一个念头想着如何救火 这种行为感动了刀翼天人 于是天人就用神力 把森林大火扑灭了 当这只小鸟看到这森林大火 终于熄灭了的时候 他的心非常的安慰 然后他的神识就到了刀翼天 那么当我把这个故事 讲给童修听的时候 童修说 哎呀 现在我们到日本 是不是要去做小鸟呢 我说没错 你看这里有一百多只小鸟 菩萨小鸟 来灭大火的 能不能够灭呢 那得找刀翼天人 上哪找刀翼天人呢 不用找 我们自己只要发出真诚的信念 来互施悉灾 不仅能感动天人 肯定能感动 十方诸佛护念 那化解灾难 岂不就是易如反掌吗 但是我们不能有疑虑 就是易心的去做 你看那只小鸟 如果当时它有疑虑 我这个能力 可以帮助化解大火灾难吗 我怎么做才能够有这种效果 我是真力量这么单薄 行吗 假如它有这些怀疑 它肯定会退心 怎么可能呢 但是它没有怀疑 它凭着自己的真信切愿 敢得天人加持 把大火熄灭了 那互施悉灾的道理 跟这是一样 往生净土的道理 也跟这个一样 就是凭着自己真信切愿 敢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 实现我们的愿望 所以真信切愿 我们从这个例子去细细体会 那么讲经的目的 就是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 你这个信愿就踏实 当你的信愿踏实了 你就拿到往生的把握 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往生 如果说能力 恐怕我们在座没有一个有这个本事 为什么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真法界 谁能够去 那发生大事才可以 也就是你祸破一品无名 镇一封法身的人 那就成佛了 天台嘉讲的分镇集佛 真佛不是假佛 你才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这一生不可能 反正我是不可能 你们不知道会不会比我好一点 好也不可能好太多 你想一想 贱私烦恼 我们一品都赚不了 贱货八十八品 私货八十一品 这一品都断不了 反正我自己就有自知之明 断不了 断了贱私货 你还只是挣得个阿罗汉 那还只是出三戒而已 没有出十法界 没有到一真法界 要到一真法界 那就是要断沉沙烦恼 断无名烦恼 那后头的路很长 所以靠我们自己的本事 真的是不可能到西方 唯有靠佛力 靠佛力 把我们现前的境界 一下拉到跟法神大师 跟阿维越智菩萨地位是平等 这全靠佛威德价值 靠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价值 所以我们自己即使拿到往生把握 也没什么可傲慢的 为什么 都不是自己本事 只是什么呢 自己有坚定的心愿 这是能感 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们是所感 感应道交 这是往生的道理 所以还没有拿到往生的把握 只要你认真地学 真的把这四十八愿听懂了 你这七天之内也就能拿到往生把握 这是真的 绝对不会给大家讲假话 所以你看四十八大愿里面 特别强调文明功德 这个文明发心 文我名号十念必生 这个就十方诸佛赞叹 就是十方诸佛都讲名号的功德 为什么十方诸佛要讲这个名号功德呢 就是因为希望十方众生能够闻名 真把名号功德听明白了 你这个信愿就坚定了 信愿坚定了 你就有往生的把握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这些佛妻 是信愿性三资良 都有 信和愿我们就是学习 弥陀四十八大愿 这是学经教 加深我们的信愿 然后还有念佛 这是行 所以这次法会 我想会非常的殊胜 稀有难懂 那么这里给大家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法会的缘起 就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